如果你那儿的PS5商城 这个首页还是黑蜘蛛 可以尝试用这个办法 看看能不能解决 先进入商店 然后来到右侧的购物车 购物栏 你看你个购物栏里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把购物车里面的东西删掉 然后再回到商城 看看是不是界面会发生变化 已经有几个小伙伴给我反馈了 说是通过这个方法变好的 另外之前不能下载地平件黎民鼠光 通过这个方法也可以正常下载 如果你那儿PS商店还是显示黑蜘蛛的界面 可以用这个方法尝试一下 我刚才这个方法是切换成媒体 按R一键 然后再切换回来 现在也变了 变成了年终优惠 这个方法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你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